中国女兰第一批球员于10月12号回国 包括杨立维、韩旭、张如和李月如等人 他们落地之后检测、隔离 现在也频繁晒出自己的隔离动态 中国女兰的球员们并未全部回国 郑威指导等人都在悉尼 据悉是因为航班的原因才没有回国 如今好消息传来 中国女兰第二批球员要回国了 这是中国南方航空官方社交媒体 转发了李孟等人登机回国的动态 配文 欢迎回家 我们在航班上等你们 很快 南航再度发文 称 今天 中国女兰第二批队员 即将搭乘中国南方航空CZ-326航班 启程回国 女兰李孟正在直击哦 欢迎各位回家 我们在航班上等着你们 不少球迷看到李孟在经济舱办理业务 很显然是乘坐经济舱回国 女兰姑娘们身高很高 经济舱坐着一定会很不舒服 这也让不少球迷吐槽 中国女兰的球员们历经坎坷 终于回国 中国女兰是在10月1号出战世界杯决赛 不敌美国队之后获得亚军 原定于10月5号回国 但因为航班等原因 一直到12号才有第一批的球员回国 而且也不是全部 终于到了19号 中国女兰的第二批球员回国 非常不容易 对于中国女兰的球员们来说 虽然在悉尼没有比赛的压力 但已经远离家人很长的时间 此前全队在国内封闭集训 后期郑威指导率队 奔赴欧洲长时间的训练和进行热身赛 欧洲拉练之后奔赴悉尼参加世界杯 结束世界杯的比赛之后 也没有立刻回国 当地有活动 后期还因为航班的原因 无法立刻回国 有的球员在和家人连线的时候 也表示很想念 令人感动 当然中国女兰取得的成绩还是很好的 一整届赛事下来 只输给过霸主美国队 面对其他的对手保持全胜 代表性的比赛是击溃欧洲竞驴法国队 王思宇罚球准绝杀 淘汰东道主澳大利亚 时隔28年再度挺进世界杯决赛 最终中国女兰拿下亚军成绩 追平历史最佳 比赛结束之后 正为指导当选赛事最佳教练 含血进入到第一阵容 李月如入选第二阵容 也希望女兰全队可以平安顺利归来 然后结束隔离之后回到家庭 当然因为联赛在即 球员们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不会太长 中国女兰夺得2022年女兰世界杯冠军 女兰姑娘们的一些往事也被挖掘出来 李梦的启蒙教练刘远静 介绍了20多年前调教李梦的经历 刘远静在2000年和沈阳市外国语学校合作 开设篮球培训班 许多篮球圈的人将孩子送到那里打球 那些小孩中有李春江的儿子李金龙 有后来成为国手的富豪 李梦成为当年篮球培训班招收的最小的球员 刘远静表示 当时他和另外一位教练王长路觉得李梦太小 劝小姑娘过两年再来 但是李梦就是不走 一遍一遍地恳求培训班的教练留下他 李梦五岁就对篮球非常热爱 并且有着坚韧的性格 刘远静和王长路最终留下了李梦 并且对他悉心栽培 两位教练也没想到 这位小姑娘能够成长到现在的地步 成为WCBA的MVP 成为中国女篮头号得分手 并且拿到了女篮世界杯亚金 李梦在16岁的时候遭遇沉重打击 半年时间两只膝盖都动了十字韧带锻炼手术 这样的伤势足以毁掉一位篮球运动员的生涯 坚持不下去转型的大有人在 但是李梦坚持下来了 并且达到了现在的高度 刘远静对爱图的评价很高 认为如果没有那两次大伤 李梦可以和美国女篮的顶级球星相比 如果启动速度能再快一些 那么他的个人单打能力就不迅速于美国队顶级球员 刘远静表示能恢复到现在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 李梦在世界杯上场均得到16.0分 在世界杯得分榜排名第四 如果没有受伤 他的启动速度会更高 爆发力更强 真的可以和美国女篮的超级球星较量 而现在的李梦也比国际上一些征战WNBA球员出色 比如效力纽约自由的惠德科姆 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就不如李梦 这难免让人畅想 李梦也许可以在未来登陆WNBA 并且获得首发的位置 李梦已经错过一次征战WNBA的机会 未来祝福他圆梦吧 李梦也许可以在这里